各种档案都变文字云 在Photoword的新增项目里面 其中有一个新增关键字标签 点选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说 从文字档案中来创造字云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文字档 按下开启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字云 它呢会把这个文字档 去做一个片段的截取 然后做一些不规则的断句 还有不规则的排列 颜色变化这些 这个就叫做一个字云 那虽然呢它说是文字档 可是事实上呢 你看我们这边准备了一张这个图片 好那我们再来新增一次字云 选择刚才的这个图片档 svg的这个图片档 按下开启 它一样呢可以创造出所谓的字云效果 而且呢透过了我们的一些变化 就可以让它有更一些 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出现 好例如呢 我们把它设定成这样之后 然后做一个放大 做一个旋转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 这个海报秤底的这种感觉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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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